在这个商业社会里 资本家的本质就是剥削 他们的剥削手段 不只在对工人们进行狡猾的欺骗 还有对消费者也进行了狡猾的欺骗手段 象征根本的办法要揭露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弊病 它进一步指出 要改变这样的社会问题 唯有特别改变这个社会制度 才是根本的办法 嗨老李 老李 干什么看到那么入神了 老陈你看 这个收音机的款式不错吧 就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我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一个最不会受骗的办法 什么办法 一个注意保险的办法 到底是什么办法 一个最多人采用的办法 一个最讨厌的办法 就是卖官司 你不买就行呢 你卖官司还叫我不买 到底是什么办法老陈 我不是说了 说了 几时说了 你不买就行呢 不买就不会受骗了 不买就不会啊 所以我说啊 这是最多人采用的办法 你不要看清它 这是治理名言 我是经过很多的交信才得出来了结论啊 得了得了 你说的是什么片啊 多了 数起来 又一大楼 说起来啊 可真啰嗦 就先两件 说给你听听吧 听着 十年前 我买了一架收音机 他都能够收到 是些什么响声啊 嘻嘻沙沙的声音 小声大声你还说好 好 后来他坏了 这么坏就坏了 刚才不是说 保养的很好吗 我把他的过程说懂吗 那当你要我说 我又开 又关 又开 我想不得丢掉 只好拿去修理 就修理好了 修理店的人 他叫我拿去丢掉了 怎么了 你都说人机坏得太厉害了 修理店的人说 这收音机牌子太老 没零件 这收音机啊 性能太差 没人要 所以连零件不生产了 不是啊 是这收音机性能太好 不容易快 制造上新货 卖不出去 只老不生产零件 希望你的东西坏了 没零件 换这新的吧 你换新的 当然 我换了那个名牌子的 收音 录音 两用收音机 而且还保养一年 这下子别搞安心啊 很可惜 这东西在一年之内 他不会 当时我遗憾了很久 遗憾他 为何不在一年之内坏 是啊 这当我还不修完时 他还过来快遇到遗憾了 我更遗憾了 怎么了 这一家 又完了 不是没零件啊 不 就会是零件太多了 零件多 为何不修 我是说 这收音机的零件 坏得太多了 修理 不如买加新的 才买了一年的收音机 为何会坏得这么快 我也是不明白 这真奇怪 后来 我到家电子公司工作 就知道 这并不奇怪 我们公司有一个特别部门 叫做零件说明研究所 专门研究 缩短零件的说明 而且 你说什么 专门 专门研究缩短零件的说明 而且 你说错了吧 是专门研究啊 珍藏零件的说明吗 不 是专门研究缩短零件的说明 而且啊 这零件在两年到三年之内 全部自动撕灵 自我毁灭 我们的老板 人力大家有新东西用 所以先电人零件的说明 只要你的东西坏了 不用修 挖人家新的干干脆 这是自门主义稍微的task 我总结了这件事 得到一个伟大的结论 东西是旧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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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许年签的设计 用上许年不会坏 现在的设计啊 一过来保用期 就常出毛病了 这真是伟大的发现啊 你不说你就不会再受骗了 可我又受骗了 怎么了 你没有应用你伟大的发现 不用了 而且我马上推翻了 东西是旧的好被推翻了 是啊 怎么回事啊 你还记得 我以前买的那辆车子了 记得 那辆 那只蓝路虎啊 令人印象深刻啊 别开玩笑了 他外貌虚然怪了一点 看了他的特点啊 什么特点 第一 他跑得慢 跑得慢还算是特点啊 慢而闻 完全符合本地的安全原则 第二呢 没人不 没有车子 敢跟在后面 当然咯 这么慢 随便宜跟在后面啊 不不不 他老碰黑烟啊 而且一发几笔起来啊 怎么样 他脱不够走啊 他真是名副其实的 拦路虎 我可为他花了不少钱啊 买多少钱啊 一千块 太贵了 不贵 这是一个买卖二手车的朋友介绍的 他说啊 买车 不要只看外表 要看机器 他担保 这机器用上一年没问题 你相信咯 他是内行人 又是我的朋友 我不信他 要信谁啊 你买下来啦 买了 而且一分也不减 因为我那朋友说 我买了便宜货 这车子 气缸大 马力够 差了人家卖 还不止这一千呢 你信咯 他属行嘛 第二天 车子走得顶顺利的 但是到了第三天 他就闹别扭了 怎么了 他不肯走 谁也不熟悉 他的脾气 起初我也是这么讲 就请了我朋友来看他 而结果他 乖乖的听他 他哭了 哭着走 哭着走 而且越哭越大声 连身体都哭得发多 我想要去坐下来来去 帮保生病 还好有人关心他的健康 及时阻止他的哭声 是谁那么关心你啊 救车子 原主是谁我也不知道 你的朋友 买了车子之后 要找他就难了 我 你是太太 我是王阿武 你忘了 你的妈 不不不不 我猜到了 是谁啊 你的 医生 去你的 不是我的 是我们的 警察 你被操牌了 罚款了五十大人 车子要大修 总共刮了我三百多块 去找个朋友算账啊 去了 你说这车子可用一箱一点没问题 怎么我只要两天就坏了 他向你道歉 说他熟眼了 他笑嘻嘻的就说 不是用上一年又一天了吗 我想想 也对啊 就回来了 也对 你只用了两天啊 一年又一天啊 你什么时候买了车子啊 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号 车子什么时候换 七四年一月二号 这样一年一天啊 你太不幸了 更不幸了 车子买不到两个月 路税挤了一百八千 不是 保险被起价了 真不幸 起有起价了 你玩啦 去你的 我把车子给卖掉了 卖到钱啊 这车子 七缸大 走得又闻 所以我卖了一千 你减一点 一百 你再减一点 一百 你再减一点 我卖到冬 冬家说 这车子七缸太大 我卖到西 西家说 这车子路税太贵 你看 我的路税要到七了 我只好忍痛把他送去钢铁厂 不是说 拆了零件卖 还不止是一千块吗 开车店 他向我要收费啊 你去送去钢铁厂啊 钢铁厂 他送我一块钱搭车回家 经纪的告诉你啊 这是我买车以来再倡银的意思了 叔叔啊 未免太大了 经过这两次的教训之后 我再也不敢买东西了 东西还是不买的好 不不不不 我不想再做总结了 我想啊 想出了一个根本的办法 根本的办法 嗯 有了这办法 我们就不会出关 不要说你很事啊 什么办法 我想 要是我能够发明一个测谎器 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测谎器 测谎器 能够准确误测出 对方所讲话是否可信 可以帮你选择采购 当然不会吃亏 而且啊 应用简单 携带方便 好像还不错 你找找进行制造啊 我把这想法 告诉我们的老板 他一定是大力支持你 大量生产了 我也是这么想啊 你想想 要是这种东西面试了 在这到处都是欺骗的社会 不一定到处奉行 人手一个 老板有钱可赚 哪会不投资呢 他跟你来跟我同资啊 他给我 一百万 一千万 他给我一顿臭骂 骂得好啊 什么 没什么 他怎么骂你啊 他只是我的鼻子骂到 你的想法是什么意思 你要我的工厂倒闭 你要我亏本 你穷心不良 你修了什么人的利用 快说 你 你怎么啊 我 也要只出红颜 有苦自己吃 人忙跑得出来 到现在啊 我还不知道为什么老板 他听到赚钱的消息 你还要骂我 你真的不明白 真的不明白 好 那我告诉你 你想做我破产啊 哼 你不想想 要是你这东西出产后啊 人家哪里再忘记啊 去买东西 你用上它 就知道 这电视机 性能不好 这收音机啊 一年后 去外外 你想想 我的生命 好用转吗 我的天气 好用转吗 原来是这样 可这东西对人们有益 我要设法制造 有用 你说没有 我也要卖你一顿啊 什么 我说 这是个笨办法 笨办法 你懂从来没有 什么 根本解决不了 当前的问题 不是 这是根本解决吃亏 受骗的办法 好 你说啊 有了这办法 我们就不会吃亏 不会说对 那我问你 到底做什么公司的巴士啊 比较便宜 哪一股豪数的 不吃亏 说 这是垄断 没有选择 吃亏吗 吃亏 我再问你 买什么米啊 比较便宜 不会吃亏 都贵 都吃亏 哪一个牌子的Q 不会吃亏 那一间牛站啊 特别便宜 都一样 都吃亏 你这什么问题 有什么用 这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你脑子里的问题 要知道 目前的社会 根本的问题啊 不是欺骗 不是欺骗 那是什么 是 私有制 私有制 那怎样去改变 要大家去努力 谢谢 谢谢 谢谢